在旺角意圖搶警槍和拒捕 其中一個地盤工被判監新年 兩個被告由酬車押送到區域法院 31歲首被告謝相成 承認非法集結、襲警和拳打警員X 另外被裁定企圖搶劫罪成 他被控在前年10月13日 在雅蘭中心外企圖搶劫警員X 法官判刑的時候說 首被告協助他人逃走 屬於家營因素 他亦都承認為了虧粉 和其他人一起襲擊警員 更加企圖搶槍 法庭量刑必須要反映懲罰同阻嚇性 判處首被告入獄7年 即是區院的判刑上限 至於18歲次被告陳家俊 被裁定拒捕罪成判入更生重審